咱们是研究家庭文化 研究家庭文化 我们会终于经常说这样的话题 会说这个小孩其实是这个家庭的映射 比如说如果你注意啊 你看到那个小孩 年纪轻轻就得了重病 有这样的孩子吗 年纪轻轻就得了癌症 很严重的病 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家庭是不正常的 就是他的爸妈 他的夫妻关系肯定是有问题的 他们都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而这个家庭充满了 充满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孩子 是这个家庭的映射 我们的文化是家庭第一 工作地方 做企业 做生意 或者打工 无论是创业还是打工 为了什么 为了让自己的 家庭 更好 为了让个人 更幸福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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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